我的手應該快要廢了吧 就是真的很刺很痛 那我薰衣草都一定會帶大餅的 因為薰衣草很實用嘛 有時候如果說隔壁桌有人燙到 真的我有一個夥伴就是 有一次吃麵遇到隔壁桌的小朋友 被那個湯的麵燙 麵的湯 麵的湯燙到 然後呢他就趕快 把他薰衣草義無反顧拿起來 就幫他處理這樣子 那結果他的就走了 他吃完麵就走了 那那個小朋友的媽媽呢 他就問了那個麵店老闆說 剛剛幫他用薰衣草那個恩人住哪裡這樣子 所以他就去找他 然後跟他講說剛剛那個薰衣草很好用 就是修復他的小孩子 讓他不要那麼馬上騎水泡這樣 那所以薰衣草我都會帶大餅的 好那這樣子 這樣一個盒子啊 其實自己用很方便 那如果你要分享的時候 是不是你有沒有遇過你第一個人家 人家覺得很好用 然後他就問你說 那個多大瓶啊 我如果要買一瓶有多大瓶 或多小瓶 那你剛好也可以告訴他說 15ml長這樣 然後5ml長這樣 那這個5ml的空瓶我都會裝椰子油 就是如果說我需要稀釋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椰子油可以來稀釋 那所以這個同時你也很方便去分享 告訴人家說15ml有多大我冒有多大這樣子 那這是我自己的精油包 那等一下呢 因為這個要分享的東西比較多一點 就是所以我會先送 先送大的好了啦 這樣大家會比較認真聽嘛 其實這個小的也很方便耶 這個不知道外面有沒有人買得到過 我就是這個是七海人包 就是可以放七個小分享品 對好 那我要請兩個夥伴上來分享他自己的隨身包 可以嗎 會太忙 為什麼一片寂寂 有沒有熱烈的方法 沒有帶出來 有帶隨身包的 沒有 有嗎 有 好好好 然後這個是一個那個12格的複合 就是長這樣子 12格 然後這個這個行李包呢 就是跟我那一個一樣 但不是爆紋的 是玫瑰金的 玫瑰金顏色的 好 那我要找兩位夥伴就是 上來幫我分享一下他的那個隨身包 大概大概就可以了 然後時間不要太長 大概3分鐘 我需要計時嗎 因為上次有個夥伴很熱情 他上來一講就10分鐘 然後所以就就就就變成 我想說就讓他繼續講下去這樣 那所以上來就3分鐘 那你大概簡潔的 給大家看一下你的隨身包 然後告訴大家說 你裡面帶的哪一些油是你必備的 就是你非帶不可 每天一定會帶的 好那 沒有那大瓶水沒有那個小瓶水 沒有關係 你只要有帶精油包就可以了 就算你那個包裡面只有一罐精油 你只要告訴我 那罐精油為什麼你要帶在身邊 這樣也OK好不好 那 那我 那我 那我數到3喔 我數到3然後先舉手那一個 先舉手那一個喔 3 反應很快 反應很快 我需要幫你拿來做多 沒關係 就是我要分享的就是 其實我接觸並沒有很久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會隨身帶著我的精油包 因為我已經中毒了 中毒到因為有一次那時候 我剛去其實我對精油並沒有很很信任 然後我們要去東南亞 我就跟我兒子都已經感冒 有點喉嚨痛跟咳嗽 但是我還是就帶著 然後醫生也有備藥 整個都備了 結果去的時候我就開始帶著檸檬金球 然後還有喝檸檬水 然後保衛也是一直擦 還有那個順暢清晰也是一直擦 結果去了 景埔寨跟越南8天 我沒有用藥 就用了這個精油我就回來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就查樹 那時候人家跟我們說 我們的女生的酷酷啊 有時候會癢癢的 人家跟我講 我不相信 我根本就不想用 結果我就在飯店睡到5點 好像癢癢的 好吧 反正都帶了 然後就拿著我的 這個小的精油瓶 就這樣滴個幾滴 5點多 然後我也覺得大概睡了半個小時左右 好像比較不癢 然後大概7點多 就兩個小時之後 真的都不會癢了 所以我就中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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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這個主持人 那 你要木合還是 給你選選 好 OK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這位夥伴 然後再來 好 我還是數到 我還是數到3喔 1 3嘛 3 我需要講英文嗎 不用 好 那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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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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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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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什麼是精油呢 就是你們有去喝過下午茶嗎 下午茶應該都有 那 有時候你那個果汁裡面 它會幫你放兩片那個薄荷葉 有沒有 那你搓一搓 然後你再喝 就會發現它有一個那個薄荷的清涼的香氣 那如果說有去逛花式的話 那它也會有那種也是薄荷葉或者是一些花 那你走過去它旁邊你就會聞到那個清香 或是你搓搓那個葉子 它也會有那個清香的味道 那其實精油啊 我有一個朋友都會講說精油其實是現代的中藥 那它又省略了那個熬煮的過程跟鋪 就是中藥要變成中藥它是不是要曬成乾 然後可能要經過一些處理然後它就變成中藥 那我們就會去看中藥然後去抓藥這樣子 那精油啊 我之前曾經聽過一個藍鑽 我覺得它講的還蠻厲害 它說植物為什麼可以存活那麼久 你想想看植物在那邊它根長在地上 可是它又不能動 那如果有人要攻擊它它是連跑都跑不了的 可是它卻可以存活在這個地球 然後不會就是被滅絕 那是因為它其實會釋放出一些這種氣味 那一些比較兇龍的野獸啊 或者是要傷害它的一些害蟲 就不會靠近它 那所以精油的部分它真的就是很天然 然後有效跟沒有副作用 好 那這個就是那個薄荷葉跟薄荷油腩的一個土 好 再講到這個啊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自己做超商嘛 那大家記不記得就是幾年前 有那個很嚴重的一個食安的事件 有嗎 鼎心的食安事件 那我們吃的東西其實是可以選的啦 就是我們可能就會想說 那個胃犬出的 是不是有陣子大家就抵制那個胃犬跟鼎心有沒有 然後我們有一間店是在那個那個廠區裡面 在那個南柯的廠區裡面 那那個他們嚴格到什麼一個程度 就是所有只要有五個圈圈的就衛犬的 全部都下架 就是不管就算公司沒有說這個東西要下架 它沒有問題 可是只要有五個圈圈就全部都要下架 就是一個不開心就對了 反正就下架 那時候只有一個做食品的廠商 大家看到他的名字就要買 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個廠商嗎 易美 差點想要搶答還好 只剩下兩個禮物 就是易美 那為什麼易美大家會信任他 他其實有一個自己的實驗室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個自己的實驗室 那他這個實驗室的那個標準跟規格 是高於政府還是低於政府 高於對不對 因為如果低於他就不用花錢 來做這個實驗室 那他的這個是高於政府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他既然高於政府的標準 表示是符合台灣的法規嘛 對嘛 那所以他出的東西他就是保證沒有防腐劑 他沒有添加一些人工的色素 他就是標榜這些 那大家都非常信賴他 那我覺得CPTG啊 其實就像是易美 因為他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實驗室 那我不知道這邊 夥伴有沒有呆超過四年以上的 欸講呆 就是開始用金有四年以上的 都很新耶 這樣是三年半嗎 好 哦哦五六年 好好好 那你記不記得那個香蜂草跟羅馬陽柑橘 有缺貨過很久 那甚至現在就算恢復供貨 他也是每個帳號都會限制你只能出幾批 有嗎 那我都說多特瑞公司是那個處女做的 有沒有規訪 他就是明明一樣可以萃取金有 可是他發現說經過檢驗他的一些報告 沒有符合他想要的一個標準 那他就寧可不出 那其實在一些一般的公司啊 A級品是不可能缺貨的 他再怎麼樣做都要把它做出來對不對 就算是連夜趕工 然後工廠一直做一直做 他不可能讓他缺貨的 可是我們的香蜂草和羅馬陽柑橘局 甚至前陣子賣到缺貨那個洗面乳 常常都有東西在缺貨對不對 那或者是也有人會反映說 那個牛汁跟上一批的 就跟之前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樣 那也有人說我的舒緩 不是說深藍舒緩嗎 我舒緩為什麼一點都不藍呢 那公司的客服都會給你一個答案 就是因為每一批植物 其實萃取出來的顏色跟氣味都會不太一樣 如果你要一模一樣 那就是做出來調出來的 對不對 就算同一棵樹的果子也不會每一棵都一樣甜 這個沒錯嘛 好 我們很有共識耶 大家會一直點頭一直點頭 好 那有一個老問題啊 我就不要問了 有新朋友嗎 就是你這個月剛入會的 你喔 我還沒入會 你還沒入會今天第一天啦 那你會跟他一樣是還沒有入會 你也還沒入會是不是 好 我們要18歲才入會喔 好 我先幫你登記起來好不好 好 那 那我問你好了 帶你來的朋友是 好 不曉得他有沒有跟你說過 你覺得哪一個方式使用精油是最有效的 秀西嗎 秀西 OK 其實我覺得秀西是影響上為最大的 那我現在開張搶答喔 哪一個使用方式是就是最有效的 實用嗎 好 實用也不錯 然後還有哪一個方式是最有效的 還有沒有年紀小一點 那你三個都很有效 三個都很有效 為什麼三個都很有效 因為它是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效果 再更 因為石它是直接是到身體細胞裡面去吸收 然後塗的話它是層層塗抹 它的效果也是很大 就是走整個神經 然後秀西的話 它三分鐘到我們的大腦去 去那個穿透腦障壁 這位小伙伴 我們謝謝這位阿姨 好 謝謝你 他這個豆糕很可愛 都給你 你跟著他就對了 他講得還不錯 那秀西塗抹跟實用 剛剛這位夥伴有講 如果說你今天是呼吸道的問題 或是情緒的問題 你如果一直塗抹 它會有一點點效果 可是它可能沒有那麼的力氣 尤其是呼吸道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說你是肚子痛 胃發炎 或者是胃肌亂 那這時候其實一滴任務 我在舌下超快的 非常快 那還有塗抹在你的腹部 那你這時候如果用燻香的 可能也會有效 你大概要燻個兩天吧 你就會感覺到它的效果了 好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痠痛 你的肩頸痠痛 那你如果用秀西 或者是低舌下的方式 可能也會舒緩 大概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所以三種方式 其實都是很有幫助的 好 那精油的安全使用說明 這個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有五罐精油 一定要收好 不要被小孩拿到 有五罐精油 然後是牛肉百貴丁 牛芝麻肉粿 然後百里香 桂皮跟丁香 那雞士除了這五支之外 有一些皮膚比較敏感的 甚至是小朋友 我都還是想要建議 爸爸媽媽就是盡量要把你的精油瓶收好 如果小孩會拿到 就是他也可以安全使用的一個狀態 是稀釋好的 好 那講到牛痣啊 如果說我們有分享給新朋友 你們會告訴他牛痣一定要用椰子油稀釋嗎 就連BOGO公司是不是都很貼心 牛痣都搭配椰子油 那就是有一個案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啦 這個是之前那個講師來台南的成大上課的時候 那他都會提到這個案例 那我覺得這個案例非常的有說服力 就是有一位那個女性夥伴呢 他的介紹他進來的那個老師是一個男生 是他的同事 那他就把精油交給他了嘛 就告訴他你要按摩就用椰子油啊這樣 然後呢上課就講到十肢精油大概有什麼功效 那講到牛痣他最有名的就是消滅細菌嘛 然後抗菌跟抗病毒的功效非常強 尤其是頑強的一些險啊 還是一些什麼菌啊 面珠菌啊什麼菌啊這樣子 那這個女性夥伴聽呢 他就非常的心動 因為他就是長期都有私密處搔癢的問題 然後一直反覆反覆反覆的感染 一直反覆就是不吃藥就押起來 那吃藥他可能又好OK沒事 就塗藥也OK這樣子 那所以他聽到這一個牛痣呢 他感覺好像露出了一線曙光 好像他的這個病情呢可能有藥醫了 所以回家呢他就拿著那瓶牛痣好 然後帶進去浴室然後就用了幾滴 然後塗抹在他的私密處 然後呢這時候就第一聲尖叫 第一聲尖叫 為什麼第一聲還有第二聲 他說啊怎麼那麼刺 那第二聲尖叫就是來自於他沖水之後 對那沖水之後是不是又擴散到更多的地方 就整個大腿內側 他就這樣尖叫了兩聲 他過了大概一個小時才從浴室走出來 那他的私密處感染就這樣好了 就是就這樣好了 但是隔天他就問他那個男同事說 如果要修復就是比較敏感的肌膚啊 我可以用哪幾罐精油這樣 他說你可以用薰衣草啊乳香啊 然後就塗抹一下這樣子 如果說是真的很敏感你要用椰子有稀釋這樣 他說你是發生什麼事需要修復呢 他說就是沒有就是我的一個朋友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有一些問題這樣 那所以牛刺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 那我自己呢剛開始用精油的時候就是 我是買那個養生組 然後裡面就有冷山 那我女兒因為我知道冷山可以增高 我知道保衛可以增強抵抗 離順暢可以促進呼吸道的健康嘛 那冷山可以增高 那我就只有用這三隻精油剛開始 那我就是都打開嘛 塗抹完我們就蓋起來 那那個罐子外面是不是都會有那個精油的殘留 對不對 那我們家那個老二就是那時候 現在四十歲那時候零歲多 他就拿這麼多瓶他就調了那一瓶冷山 然後呢拿起來啃這邊 然後他這邊就整個就泛紅 那他一泛紅你知道媽媽多心慌嗎 就是如果被老公看到 那我這輩子大家就不要再用精油了對不對 如果被老公看到的話 所以我一定要在我老公回來之前 讓他這個紅看似要幫他化妝蓋掉還是怎樣 反正都不能讓他看 所以我就很緊張趕快打電話給我老師 那我老師就說你趕快用椰子有幫他塗上去 等一下就會好了 那真的就是過一下子沒有幾分鐘 他的那個紅就退掉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管是你已經入會 或者是還沒有入會 你之後如果要分享給新夥伴啊 椰子有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然後精油不能用水吸是這件事也很重要 然後精油品一定要收好 這件事也超級超級超級的重要 大家要記得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主題是每日用油嗎 那早上啊 早上他會建議你用檸檬薄荷跟乳香 那檸檬的部分啊 我其實早上小孩要起床 有沒有媽媽很困擾早上小孩起床的問題 就是叫起來有起床氣有沒有 叫很久不開心 那怎麼叫都叫不起來 我每次叫我女兒都是怎樣呢 我叫鬧鐘要設定四個 然後呢叫到第四個他還不起來有沒有 我就說你就繼續睡吧 然後他就馬上起來了 就是我就說我不叫你了 你繼續睡好了 然後他就馬上起來這樣 那他起來又不開心 就是在那邊動作就很大啊 然後不是很愉快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讓你的小孩起床的時候呢 可以有比較愉悅的心情 那我會建議你可以熏香 或者是在他的枕頭旁邊 滴上柑橘類的精油 有明萌或者是火力不方 或者是柑橘青心等等類的精油 這個還蠻有效的 就是他聞到這個氣味 因為我有一個夥伴他兒子 兩個兒子都是一個都很難叫 兩個兒子超難叫的 然後早上起來他就是霧煙瘴氣這樣子 那所以他就用那個柑橘青心 幫他的小孩做熏香 然後他就覺得真的很神奇耶 然後就真的叫起來就是一片祥和寧靜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是各做各的事 穿襪子的穿襪子 吃早餐的吃早餐 就是很棒就對了 那檸檬呢他還可以用在清潔的部分 如果說是媽媽 是媽媽的好幫手啦 就是你在做家事的時候 你可以清潔燒焦的鍋子啊 或者是比較髒的流理台的部分 那再來他用在袖西你也會覺得很清涼 檸檬跟也許他有通肝解育的效果 所以你在袖西的時候 你如果用嘴巴去休息他 你會有一種很舒暢的感覺 然後有檸檬的香氣 那你同時也會覺得心情很愉悅 因為柑橘類他會讓人家覺得比較陽光 然後比較開心 好 那再來薄荷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很多那個 那個薄荷的葉子的那個東西嘛 薄荷他就是可以用在發燒降溫 那其實我覺得精油很神奇的是 他不是說只有單一的功效 他其實是讓你的身體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你如果說像比方說現在不是很流行錄影嗎 很多人都會去錄影對不對 那錄影有時候在外面不可能有冷氣嘛 那你又要搭桶啊又要煮東西 然後小孩又要追 然後那個就是反正錄影就真的很熱就對了 那也是你可以就是做一個薄荷草跟薄荷的噴品 加上礦泉水 那你就可以噴在你的背部 那我有一個朋友一個男生啊 他就說那個涼到好像背後有冷氣在吹一樣 可是覺得很誇張怎麼可能 他又說真的 他那一天就是這樣錄影啊什麼的 他一整天下來就沒有像之前那種悶熱感 然後那種悶悶的好像快中暑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他舒緩胃部不適也蠻厲害的 有知道一滴薄荷等於 28片葉子 大家都知道 好那 那舒緩頭痛 他跟薄荷草一起搭配可以舒緩頭痛 那都是只要一小滴喔 我們不是都那個瓶子都帶這個小小瓶了嗎 然後人家就會想喔你那個那麼小瓶 你剛給人家的時候人家還想說 我是有沒有看錯給我這麼小瓶這樣子分享給我 然後你就說你不知道這個只要一小滴 這一小瓶大概可以用看有沒有50次都還超過 那一滴就很有效 那你就可以讓他體驗一下那個薄荷跟野菊 真的是一滴就非常有效 那所以頭痛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滴薰衣草跟一滴薄荷來按摩你的太陽穴和風池穴 那舒緩頭痛的功效很厲害 好然後 再來就是 退燒不知道大家都怎麼用 他可以跟茶樹還有檸檬一起搭配 然後塗抹在腳底跟小腿還有脊椎 那一定要用椰子油來稀釋 那薄荷的部分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乳香 乳香 我們十字精油裡面一定會有這一支乳香 那它是精油脂網 然後它可以維持健康的免疫系統 促進細胞的健康 還可以處理情緒的問題 有沒有講的實在是超省的有沒有 然後又可以化痰又清肺力呼吸 乳香啊我自己有一個小故事啊 就是我老公他是有癲癇的 對那他這個癲癇呢 其實他不是像我們一般看到那種平常會發作 他最特別的是他是在熟睡的時候發作 所以他們家都沒有人知道他有癲癇 那就是一直到我們要結婚了 我才發現這件事 他那天就是睡到凌晨五點多 他就突然間發作這樣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剛開了一間新店 所以我們是在那間店的附近租了一個套房 那我第一個直覺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第一個直覺是覺得一定是中邪 一定是這個套房不乾淨 那所以呢我就把它翻正 你知道癲癇發作的人你要讓他側面嗎 他才不會被他自己口水嗆到 那我就把它翻正 然後呢我就跨坐在他身上面那個六字大名中 然後呢我媽以前有流行到紋身貼紙有沒有 就有那種佛教的一些什麼東西 我還在那邊噴水弄那個紋身貼紙 想說這個好恐怖喔 這個套房真的很不乾淨這樣子 那他就這樣子發作大概快兩分鐘 然後結束之後呢就又睡著了這樣就沒有習慣 那一直到下午他好不容易被我叫醒 我就把他拖去收金 就是我們從小有一個我媽媽帶我去收金的地方 一個老師 那老師就聽我講完了我就把很慎重把那個套房的地址給他 那請他就是感覺一下那個套房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就不要住那個套房 那他感覺了一下之後呢他就很慎重的跟我講說 你說那個套房沒什麼問題耶 可是你要帶他去看醫生 對那個老師有沒有很正派 有齁 我每次講到這裡我朋友都說那個受金的老師在哪裡 感覺很正派這樣子整個歪樓 那所以呢我就真的帶他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是說要發作第二次他才會確診是癲癇這樣 那所以很快的第二次又來了 那第二次來的時候我就是記得醫生講說要叫救護車 然後要計時間 那為什麼要叫救護車 因為他們只要連續兩次這種大發作啊 他是會傷害他腦部的功能的 就是可能會去讓他就是不可逆就對了 那個腦部功能一破壞就不可逆 所以呢就要馬上叫救護車然後送到急診室去 那於是第二次發作呢 反正就發作嘛 然後後來又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那他就開始吃癲癇的藥 那這樣一次就吃了快十年 那癲癇的藥啊他的副作用是很強的 就是本來他只有在看癲癇的門診 那過了這樣子快十年了 他每一刻都看過了 因為每一刻都覺得有問題 暈眩啊 自律神經失調啊 然後胸悶啊 心劑啊 什麼心電圖無會不會都去做 那甚至因為他發作的時候 他的頸椎會過度的用力 所以他的頸椎是提早老化的 所以連副健科都要看 那看到最後呢 醫生就講說 欸你去看精神科好了 因為什麼問題 檢查出來都沒有病啊 那都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所以就叫他去看精神科 他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現在才撞你 小孩在地上爬 那他竟然要去看精神科這樣子 那所以有一次呢 我覺得上課的時候 老師在講真的要聽 因為可能真的哪一句話 就可以改變你整個家庭的生活 我就是那一次呢 去聽到老師講說 癲癇的患者可以用乳蝦 塗抹在他的腳底 然後呢就有一個癲癇男性女孩的影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有嗎齁 好 那於是呢 我是真的覺得很傻眼怎麼可能呢 因為那時候我剛用 那我就覺得還是要用啊 因為你總比吃藥好嘛 再怎麼樣不好都比吃藥好 所以我就拿乳香 那請我老公試試看 那我老公就是塗抹在腳底跟低膠囊內斧 那包含就是 調整他自己的生活作息 就是要 早睡早起很難做到 但起碼睡眠要充足 然後要規律的運動 好 那我現在用精油已經三年半了 然後他沒有吃藥應該有兩年多了 對就是我聽到之後 那就是真的就停藥了 那他以前只要一停藥又發作 那醫生就是會說 我只要跟你說不能停藥 對那他就只好又吃藥 那之後又講說不信邪我就停藥 那停藥又發作這樣子 那所以他用乳香之後呢 其實狀況真的穩定很多 所以起碼就是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只要壓力大沒睡飽他就發作 那這乳香我花了比較多時間講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生氣 那你知道人要感恩 就是我老公有一次呢 他就講說 會不會是我本來就已經快好了 跟乳香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我就說 不然你就試試看啊 然後他就說 還是不能亂講這種話 然後呢 有一次呢 他就是跟我講說 他乳香已經三天沒用了 我說為什麼你沒有用 他說因為你都很棒 然後我每時間告訴你 乳香已經沒了這樣子 那其實我為了我老公 我有一個木盒 就是剛剛那個艾娜那個木盒 裡面都是乳香 因為我是知道乳香對他很重要 所以我平常都會把他背貨這樣子 我就告訴他在哪裡 然後請他那天晚上要吃嘛 因為三天沒吃耶 但是他如果又發作又很恐怖這樣子 然後他呢他就說不行 我每次吞那個我都要喝很多水 我不要晚上喝那麼多水 我明天早上再喝 那可是我心裡是不是怕怕 然後果不其然第三天 第四天的早上 他又發作了 就是他都會大叫一聲 然後就開始發作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就趕快 你知道那個乳香全新的喔 一瓶多少錢 兩千八 然後呢 因為都沒了嘛 就勝全新的 你知道我拿起來 一直倒 然後塗腳底 塗他的脖子 然後低舌下什麼 就是太緊張 你真的忘記說那個 你都不管那個低數了 就是整罐都給他塗就對了 一塗就搬罐去這樣子 然後呢 他以前發作到一分鐘到兩分鐘嘛 然後而且救護車來送到醫院 他都還要四個小時才會醒 他醒來呢 他還會失憶 就是短時間的記憶他會忘記 他會忘記這三天發生的事情 你要慢慢的提醒他 他才會記起來 那所以那一天呢 我幫他塗抹完了 他其實發作時間不到一分鐘 然後呢 救護車還沒來他就醒了 那他醒過來的時候呢 我就 我跟我女兒就是 一臉驚呆的坐在他旁邊 然後整個房間都乳香味嘛 然後呢 他就 我就說你又發作耶 然後我說我昨天叫你吃你就不吃 然後他就說我發作 那你叫救護車嗎 我說我叫了 他就說那 等一下跟他說不用去好了 然後呢 他就起身去上廁所了 因為以前他在醫院醒過來 我還要參扶他去廁所耶 就是像那種照顧那種重症病人 那種那麼嚴重 那他那一天就是很短的時間 救護車都還沒來 他就起來 然後自己去上廁所 然後呢 回來還問我說 是用了多少乳香 怎麼那麼香 我說半管 他就說 啊這樣去看醫生比較便宜吧 這樣子 那所以 他其實對於發作或者是 就是癲癇的保養 其實是真的滿有功效的 這是我自己親身的體驗 好 那 這個是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講說他很有效 那大家就是 如果說你身邊有這樣的朋友 那你可以就是塗抹在他的腳底 對 那我也就是遇過很多朋友 因為可能就是酒病會呈良醫 那你講到點鹹 人家就會 就會跑來問你 那我也是幫助很多朋友 就是舒緩他的點鹹 好 那再來就是外出的部分啊 嗯 我們吃的東西可以選 我們可以選義美 那我們呼吸的空氣 可以選義美的嗎 沒有辦法對不對 除非你停止呼吸 可是停止呼吸 你就活不了 你就掛啊 那你就只好吸 可是現在的空氣 是不是有很多的 空氣污染的問題 尤其是一大早的時候 就是我們萬物接近的時候 一大早突然大家都動起來 車子大家都在開 然後東西都動起來 塵土飛揚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空氣是最糟糕的時候 可是是不是小孩那個時間 就走路去上學 然後走進校園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那個時間都在外面通勤 那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用那個口罩 口罩滴在那個 順暢滴在口罩上面 順暢或茶數滴在口罩上面 那如果小孩那天要期末考 或是要考試 就是你可以改滴那個迷蝶香跟檸檬 這配方很有效 不一定會考滿分 但是就是至少可以讓他注意力集中 對不對 如果要作弊也要瞄準一點 對不對 有時候注意力不集中 作弊還瞄錯答案這樣 那他你用口罩這樣滴啊 其實他就像那個個人的燻香肌一樣 你就是這樣戴著 他沒有味道你就在加 那還有一個時候用口罩滴精油也很好用 就是你感冒 剛開始感冒的時候 鼻炎有點痛痛的時候 那你可以滴茶數或保衛或是順暢 滴在口罩上 那就是這樣自己做個人的休息 如果說是在剛感冒的時候 幾乎就是 就不會再嚴重下去 那如果你已經嚴重了好幾天 或者是你旁邊的同事已經咳了一個禮拜 你是要很擔心他會傳染給你有沒有 那你就是趕快送他一個乾淨的口罩 給他兩滴順暢 讓他戴起來 他的病程會再縮短一點 不會說馬上就不咳 但是至少 至少他咳出來之後 還會先經過順暢 那比較不會影響到你 那保衛的部分啊 像現在剛剛有講到暑假 是不是都會帶小朋友出去玩 公園啊 或者是有求馳的地方啊 那我今天才看新聞走馬燈 又講到有一個嬰兒腸病毒中症死亡的 到這個時候腸病毒都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出門啊 如果真的沒辦法洗手 我就是會一滴保衛 小坪的保衛 小滴的保衛給他們戳戳手 那出門前他要上課前 或是要出門的時候 或是他要進去求馳的時候 會腳底也給他塗抹一下保衛 再穿襪子 再讓他進去 那我覺得 比起以前他長生病的那個次數來講 我覺得現在真的差很多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 好 那順暢裡面呢 他就有這麼多瓶的 對呼吸道有幫助的一個腹方 好 然後保衛腹方呢 你看他的 他的那個內容看起來就是會辣的嘛 他裡面就有兩支是要稀釋的精油 所以他一定要稀釋 好 那到了中午的時候呢 我們要吃完東西 有時候你訂的便當啊 或者是你腸胃就不是那麼舒服 或者是現在天氣實在太熱了 你吃什麼 你就是怎麼樣都不舒服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熱膜部方 或者是輕盈部方 來減換你覺得很脹氣不舒服的一個部分 那尤其是熱膜 我覺得熱膜很神奇 你知道小孩 小孩最會的就是什麼 剛剛上一秒還在跟你嘻嘻嗨嗨有沒有 那邊玩得很開心 下一秒突然像從0到100一樣 比跑車還快 就開始臉色發白說媽 我肚子好痛喔 然後就冒冷汗 就馬上就讓你要處理這個狀況這樣 那熱火呢 他按摩在他的腹部 或者是在腳底 他很快 很快就可以讓他那個脹氣解除 他一下子就放屁了這樣子 那我上7月 7月初嗎 7月初我去高雄上課 上那個高雄的康復理療課 那前一天晚上喔 我就是吃完晚餐 我就一直覺得我整個人都很不舒服 就是悶悶的 然後很想打嗝就打不出來 然後呢 整個人不舒服 那我女兒呢 就說他肚子痛 然後呢 我們兩個那時候已經11點多了 然後我就幫他先塗熱膜嘛 我說如果說你塗完等一下你躺著 你還是覺得很痛 你一定要告訴我 那緩解不了我們就趕快去看醫生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一直覺得悶悶的 好像打嗝打不出來 那這時候我女兒又起來開始哭了 老大是10歲那個 那10歲還會哭 其實感覺好像肚子痛真的蠻嚴重的 所以他就起來哭了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那我們還是去醫院好了 那時候就在那邊巧啊 說那小的還在睡 那到底是我們大家都把他叫醒 一起去醫院啊 還是我跟姐姐去醫院 然後爸爸跟妹妹在家裡 就在那邊掉肚就對了 然後呢 我就說那不管 我還是幫他擦一下熱火 那幫他擦完腹部的熱火呢 他就說我想要大便 他就跑去廁所 然後就放了很多屁這樣子 然後呢 等他出來 我就在門口等我很緊 我不是想要拉肚子 我是想吐 然後呢 我就他一出來 我就衝進去吐這樣子 那吐完之後呢 我們兩個就從100到0 就好像沒事這樣子 然後就我們就沒有去醫院了 那折騰到那時候 已經半夜2點多了 對 那隔天早上一大早又要上課 所以我覺得熱火啊 就是對於腸胃道不是很好的 或者是你可能剛吃完東西 有點食物中毒的現象 或者是消化不了的現象 熱火真的是 塗抹在腹部真的非常的快 那如果是嬰幼兒呢 嬰幼兒常常會有 媽媽就是比較緊張嘛 他直接吐又怕對他太刺激 然後西式比例又怕不夠 那嬰幼兒我都會建議塗抹在腳底 西式1-10以上塗抹在腳底 那如果是呼吸道的問題 都建議用熏燈 讓他用做休息的 就是如果你擔心 對嬰幼兒的皮膚太過敏感的話 就是用這兩個比較間接的方式 來處理 好 好 那樂火他裡面就有這麼多支付房 那我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困擾 就是你常會想說 我不知道到底要稀釋一比幾 就是到底要稀釋多少才夠呢 有沒有人就是常遇到這個困擾 或者是朋友很常問你 有沒有 有人嗎 有齁 那我想要先調查一件事好了 覺得自己媽媽做菜很好吃的舉手 如果媽媽有來麻煩你現在舉手 有嗎 好 我媽做飯也很好吃齁 那我呢 我嫁過去現在這邊啊 我煮過一次菜 我煮過之後我婆婆就跟我說 你以後工作就好了 我來煮就好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真心誠意的煮那一頓 可是就是我婆婆就跟我說 以後要煮就好了 那媽媽煮的菜其實都很好吃 可是媽媽她如果像我的 我小叔他們還有我小姑他住荷蘭 他只要要回台灣啊 我婆婆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場 買那個最新鮮那個海產 然後肉一定是最好的肉 然後最新鮮的蔬菜水果這樣 然後呢煮的時候呢 又很要求這個要用炊的 那個要怎樣 那個要醃 然後那個要什麼 然後幾點要吃飯 那幾點煮那個菜是熱的 然後是最好吃的 就是層層的把關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用精油啊 其實跟我們做菜有點像 有沒有 你如果鹽巴加太多 是不是吃起來會太鹹 那其實他還是可以吃的 但是他吃起來太鹹 那吃久了是不是 你腎臟可能會有點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鹽巴就會少加一點嘛 那不能吃辣的 他辣椒是不是會少放一點 會嘛 那所以我覺得用精油呢 其實跟我們做菜真的很像 就是你只要注意一些要稀釋的幾瓶精油 那你都有記得去稀釋它 那比例就因人而異 有的人喜歡吃很辣 有的人喜歡吃比較不辣 那如果他的皮膚比較敏感 那你就要稀釋比例再拉高 那所以如果你覺得對於稀釋精油 有一比幾 一比幾那個困擾跟 就是有沒有 媽媽就會很認真的說 那個說發燒要一比幾這樣按 然後那個肚子脹氣要一比幾 然後用到牛脂要一比幾 就在那邊寄比例有沒有 那其實就像做菜一樣 你其實做久了 你隨便捏一把 你都知道這樣煮起來會不會寫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你對於這個比例的問題很困擾啊 我覺得你就當做你在做菜一樣 對 那我用精油就跟我做菜一樣 就是很隨性 我都沒有在計比例的 我就是拿起來 那也只有用一用這樣 那小朋友 我覺得小朋友啊 小朋友如果要用精油 你知道媽媽真的很忙 媽媽真的超忙的 那你如果晚上睡覺 還要幫小朋友擦精油 你覺得有沒有覺得 你工作量又增加了 整個很厭世有沒有 都已經快睡著了 還要講故事 然後還要上精油 還要有的不的 然後還要媽我的腳會癢 不要怎樣 不要這樣不要那樣 那所以呢 我都會讓我的女兒跟我一起調精油 那你就可以去找這種滾珠瓶 它的瓶子很厚 然後呢 滾珠的好處就是 翻倒了它也不會倒你 就是把它丟在床上 它也不會倒這樣子 那讓他們自己塗腳底 因為對於他們自己調出來的精油 他們就會很有成就感 那晚上睡前 他們自己就會拿著那一瓶滾 那我們家小女兒 還會把他的玩偶排列 然後一起滾 每一個好朋友都要塗這樣 然後 所以他那一瓶呢 我就是也只有 就是用多一點這樣子 真的是很傷本這樣 那這個呢 有人猜得到這一瓶是什麼精油嗎 就是我的財力沒有那麼雄厚 在 舒緩 舒緩 在 安定 對安定平衡 那這一支精油呢 你把它放在這個透明的罐子啊 它是一個很療癒的顏色 有人看過它這個 這樣整罐顏色嗎 那這一瓶呢 我從這邊開始傳好了 知道有人沒有聞過的話 你可以塗多一點 好 看這個 趕緊怎麼說的 好 那 安定平衡呢 我現在發安定平衡 不是代表你們 等一下可以練幾鏡喔 就是 安定平衡是 我覺得它很適合小孩子用 然後 你聞它的味道 你會覺得很平靜很舒緩 那你看到它那個顏色 你也會覺得很療癒 那 所以我為什麼剛剛要講到用精油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精油都像菜一樣有沒有 這個菜可能 它有一些什麼調味料 或者是什麼 什麼配料 那用精油就像做菜一樣 很簡單很容易 你不要把它想得好像 你要去烤個十張徵兆回來 你才能夠用精油 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煮出來可以吃就好 那精油就是煮上去有用就好 就不要把它想得很複雜 好 那輕盈不方 我覺得現場大家看起來感覺 你看一下你男生 感覺男生比較少 你看一下你左邊的男生 你有覺得他是男神嗎 有沒有 用精油一段時間都會有這種功效 看起來像男神 那如果你覺得你左邊那一個 因為我常常有朋友問我說 因為我老公啊 我老公使用精油錢跟使用精油後 真的差很多 那我很少把他的照片 就是前後對比出來 因為我覺得人家會去檢舉我 就是誇大療效有沒有 因為他真的使用錢跟使用後差很多 那我就有朋友問我說 我老公也用一段時間了 怎麼都還沒有使用後 這還是那樣子啊 然後你如果說 你知道有時候業障重的話 要比較多的時間才能緩 所以你精油就是只能繼續用 那至少不要再變嚴重 對不對 不要再業障重下去這樣子 好那輕盈不方呢 我覺得他用在調整我們的體態 然後還有像水腫的人 我覺得這挺很好用 在早上你剛起床的時候 你可以喝個溫水 然後加這個輕盈復房 我覺得對於你整個身體的那種感 因為喝完你就會覺得整個呼吸道都亮亮的 好那對於早晨起來喝水這件事啊 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要喝第一口水 早上剛起來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口腔裡面的生態有多豐富嗎 很精彩喔 裡面都是菌喔 所以你第一口 第一口水你可以第一滴保衛 然後漱口就把它吐掉 那再開始喝水 就是先進化一下你的口腔 你再開始喝水 這件事很重要 你如果起來都沒有漱口 你就直接喝下那個水 那你就把那個很豐富的那個生態啊 全部都送到你的肚子這樣 全程就是都沒有什麼雜質 就直接這樣送進去 那這樣子長久下來 你的腸胃就是會比較不健康 好那到了晚上就是現在傳到哪裡了 好還在傳喔 盡量用沒有關係 因為前陣子不是才買一送一馬喔 對然後我女兒好喜歡這個安定的味道 我也很喜歡 因為安定富方就是 我小孩用的幾乎就是很快就睡著了這樣子 那個比例多少 比例多少 有人可以回答嗎 安定富方他非常的貼心 他已經用椰子有調和過了 所以就連寶貝都可以直接塗在他的腳底 或者是他的肺都可以直接用 你就不用再調了 然後我們還有一支精油喔 也是已經調好的 所以那個是儲的 那個 那個是純的精油跟純的椰子油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這是 比例咧 他就已經調好了 公司出的時候 你是已經買那個安定平衡 然後裝進去而已 對對對 我就只有這樣倒過去而已 他可以直接用 那另一瓶就是不怕丁 不怕丁 就是蚊子已經來了有沒有 你還在那邊一筆幾 就是公司就很貼心 就是幫你吃 你就直接用就可以了 好 那薰衣草呢 他對於幫助身體的放鬆 還有精神的放鬆 非常有幫助 所以你可以交替用 你可以有時候用薰衣草 有時候用安定平衡 那有時候用幸福田徑 就是交替讓小孩昏睡這樣子 好 然後你知道小孩不睡真的很痛苦 有時候你故事都講了 講到一半媽媽都已經睡了有沒有 還被交起來繼續講 這樣很殘忍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講到哪裡去了 然後還要繼續講 小孩眼睛大了跟什麼一樣 講完一本接一本 排了十本放在床上 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精油真的有解決我這方面的困擾 覺得講故事很必要 但是精油也蠻必要的 好 那安定平衡的副方裡面就是有這些 然後再加上椰子油 那幸福田徑 幸福田徑就是我覺得猶如其名 他聞起來真的有甜甜的香氣 聞起來就甜甜的 那他裡面有一個我覺得很神奇的 就是那個妍藍草 炎藍草他聞起來有那種 那種泥土的芳香的味道 他是來自根部的精油 他的萃取是從他的那個植物的根 那個來萃取的 那我很喜歡炎藍草是 我覺得他有一種下過雨的泥土的香氣 因為我是在佛光山念書的 我國中跟高中都駐校 就是念佛光山的學校 那我們要從宿舍走到教室啊 要走很長的一段山坡路 那如果說就是大家太吵鬧啊 考試考不好啊 老師就會把我們青蛙跳嘛 就是從那個浦賢店這樣跳下來 那所以我們都會聞到那個泥土的香氣 所以我聞到炎藍草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我那個無憂無慮的 沒有小孩煩 沒有老風草的那個 無憂無慮的少女時光 就覺得好懷念喔 也難吵那我就會也會睡得很好 心情也會很平靜 好 再來薰衣草 薰衣草 他我剛剛有講我都會備一罐大罐的薰衣草 然後 其實薰衣草對燙傷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幫助 我之前有一個夥伴他的小孩就是一歲半 然後在保母家拉到那個電線 那個熱水瓶的電線 然後呢 他就翻下來 然後整個頭部跟前胸跟臉全部都中 那其實他的照片 因為小孩照片我其實很少把它放在讓大家看 那如果說你真的有這方面的需要 你很想要看那個見證的話 等一下如果下課有時間的話再來看 如果沒時間的話就是下次 那反正就真的很有效 那我們中間就聯繫了一段時間 那他的那個收到薰衣草跟茶樹 還有椰子有的那個噴品之後 我們是把它做成噴品 因為如果你燙傷範圍那麼大 你還在那邊滴滴滴 你沒有辦法滴均勻嘛 所以我們是做噴品 那他使用前一天跟使用隔天啊 那就差很多 他那個修復力真的非常的好 那薰衣草我會把它用在燙傷 還有小傷口的部分跟睡眠的部分 好 炎南草我剛剛有講嘛 那對於注意力不集中跟過動啊 現在有很多小孩有這樣子的問題 可以試試看啦 用他腳底跟熏香 好 那再來睡甘松 睡甘松 有人說他的味道很像很像那個 很像死 應該也有人死是香的吧 對啊就是他的味道剛聞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多特瑞金 因為我不是在做香的啦 應該大家都認同吧 他做的是植物原本的一個味道 他就是萃取植物一個原本的味道 那其實對於皮膚然後還有呼吸道都非常的有幫助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就是每日用油 那接下來我們又要接著講的是兒童的安全用油 那我覺得其實小孩子啊 他總是會長大嘛 你知道今天不是新聞才在報那個 有一個14歲的少女 因為拒絕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結果被朋友堵到 然後呢就把他軟禁霸凌 然後還找人來性侵他 對 那其實 甚至你看社會新聞 你真的會覺得很擔心 生兒子擔心 生女兒也擔心 然後呢沒有生的也很擔心 自己出去也覺得安全都有疑慮這樣子 搞不好被認錯 然後認錯車然後又被搭車這樣 那我們其實沒有辦法 陪在小孩身邊很久一輩子 他可能會出國念書 然後他可能也會離開這個外縣室 跑去外縣室念書 好那如果你從小都讓他知道 怎麼樣保健他自己身體的話 其實你不太需要擔心他 包含那個情緒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啊其實 不能說經有一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絕對可以舒緩 大部分的情緒的問題 那你如果從小讓他養成一個習慣 當他有情緒需要抒發的時候 你願意聽他說 那他又有工具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他長大 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想要去用 傷害自己跟傷害其他人的方式 來做處理 好那兒童用有安全事項啊 這一定要講就是 避開眼睛耳朵內部還有鼻腔 如果睜眼睜睜的時候要用西式的茶樹 那你不要像眼藥水一樣直接滴進去他的眼睛 手洗乾淨然後把他眼皮蓋起來 然後這樣子劃過去就好了 那耳朵的部分啊也不要像滴那個耳朵的藥水一樣直接滴進去 就是可以滴在棉球然後塞在他的耳朵 讓耳朵熏香一下也OK 就是中耳炎的時候 然後像我婆婆 她也是 她是耳朵珍珠瘤開刀 就是中耳炎 因為你知道老人家都很會惹 那他們就是最怕去看醫生 因為他們怕醫生說他有病 老人家真的很怕 她很怕看醫生 是她不想要醫生說 你用什麼病 你要開刀 你要什麼 所以我婆婆就忍到 那個中耳炎整個裡面 那個瘤已經侵犯到 她的腦膜這樣子 那所以這是題外話 就是用在耳朵的話 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滴進去 然後還有鼻腔也不能夠滴 好那小百科跟大百科 一定要準備 就是上面都會講很多 精油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項 好 那這邊剛剛都有講 然後不要在那個 很熱的地方儲存精油 然後 那個剛剛很多張都有拍的 這張一定要拍喔 你如果要跟人家分享精油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 好 就拍好了沒 好 好 我要下一張囉 好 那這個比例給 這個比例給大家參考啦 就是不要超過 承認就是 兩到四滴 然後一天不要超過這麼多 不要整瓶拿起來摘一罐有沒有 好 那檸檬像那個一樣 然後小孩呢 其實我很少讓小朋友口服精油 除非說他 比如說他的那個牙癮如果不舒服 或是牙痛 或是有什麼狀況 我會讓他用那個銀球咬著保衛 舒緩他的牙痛 然後他如果說腸胃不適的話 我會讓他用熱火滴滴在舌下 或是讓他漱口 比較少就是一定要他喝那個檸檬精油水 那所以 你也可以就是讓他習慣喝也都OK啦 但是就是不要超過那個最多的那個劑量 好 那小朋友們最重視的就是他的健康跟發育嘛 那剛剛講有兩支精油是安定平衡跟不怕丁 公司很貼心就是幫我們做那個 已經稀釋過的 那後來呢公司又出了一組這個都是滾出品 然後都是稀釋過的 我那時候真的超納悶的 我想說到底誰會想要買已經稀釋好的精油 也沒有說特別便宜到哪裡去 也不是說一折啊 那為什麼他要出這樣子的精油 那其實如果你是新手媽媽 或是你的朋友是新手媽媽 你覺得他在那邊擠奶 然後傷口又還在痛 然後小孩還在哭 然後老公又租隊友 他有辦法在那邊一筆幾 然後那皮瓶罐罐在那邊稀釋嗎 真的很難 你可能送這個禮物給他 搞不好也是造成他的困擾 所以這個温柔 這個呵護品呢 他其實就是可以讓他直接用 直接這個比例他就可以塗抹在腳底 最多你再搭配一個椰子油給他 如果說真的 弄完覺得很敏感不舒服 再用椰子油再塗一層上去 就是大大減低他的困擾 然後又讓他很方便可以使用精油 再來就是牛制滾珠 我覺得他非常好用 牛制是我很晚才打開的一瓶精油 因為打開之後我覺得他很臭 我又把它蓋起來 然後又覺得他很強 我又用不到 那可是其實我現在超愛用牛制的 就是他用來做拖地 你知道你可以做實驗 你家裡如果有兩個房間 你就一間用那個牛制來拖地 就是滴在那個拖把水裡面 然後那一間用牛制拖地 然後另外一間呢 你就用清水拖地 然後呢 蟑螂或是一些螞蟻呢 他就不會去牛制清潔過的那一間 這很神奇喔 就是你可以回去試試看 好 然後牛制我上個月我有去聽那個 有一個親子教養專家 他都會說他提倡要說故事的一個 姓汪的一個親子教養專家 那他那一天要演講的時候 他回台灣講了好像四場還五場的演講 那第一場他就跟我們講說他喉嚨很不舒服 就是快要沒聲音了 那他才第一場而已 那他就覺得很擔心 他說他中間就說如果他等一下需要喝水 請大家包容他一下這樣子 那所以呢 會後呢我就 那天其實聽了很多很感動 然後所以會後呢 我就一直排到最後一個 我拿了一罐那個牛制滾豬 我就跟他講說你可以滾喉嚨 然後就是可以舒緩你的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跟我講一個 我就覺得真的好東西大家都會用 他說這是精油嗎 這個我在那個美國我們家每天都尋 他們家每天都要用精油 他說精油真的是一個很棒很棒很棒的東西 那所以現在真的很多有名的人都在用精油 那其實我們周遭也很多朋友都要用精油 那我覺得這個呵護品真的很方便 你直接送給朋友他馬上就可以使用 好那這個西式的比例剛剛有講過 好茶樹 茶樹啊我覺得他CP值很高 然後他從頭都可以弄到腳 洗頭的時候可以用 加在那個洗髮精裡面 那你如果頭皮很容易出油 大概加一兩滴 那你如果頭跟臉是同一張皮嗎 頭很會出油你的臉 應該照正常來講 科學一點他也是很會出油 那你可以加一點點在你的洗面乳 那他可以讓你的油脂分泌比較平衡這樣 比較不會容易這樣很快就油了 然後再來我覺得小女生 就是我們女生都會有困擾 就是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癢癢的 那所以洗內褲的時候呢 我們家的內褲都是我老公在洗的 有沒有很光 有喔他那個內褲呢 他就是會泡洗完之後他會泡茶樹 然後呢他還會每周一次泡牛汁 對就是還不錯啊 就是我覺得很棒 就是這樣自從他這樣做之後呢 我比較少聽到我女兒在那邊說癢 因為小的那個有時候就會說 這裡癢那裡癢 然後很不舒服 那他這樣子泡茶樹跟牛汁之後 我發現幾乎都沒有聽到他再說會癢了 對那味道也很棒 就是曬在那邊啊 就是都有牛汁的清香這樣飄過來 轉頭是一排內褲這樣 然後保衛富方呢 用在小朋友就是腳底 然後要稀釋 如果要上在他的脊椎啊 他的那個背部的話一定要稀釋 好 然後熱火 熱火也是一支對消化刀 這是剛剛有跟大家介紹的一支金釉 再來就是順暢 這個剛剛也有跟大家講 那我這一瓶想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是羅馬羊柑橘 好 羅馬羊柑橘啊 我跟你講第一次聞到他的人啊 都會皺一下眉頭 因為可能跟他想像的羊柑橘 好像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那可是他真的對嬰幼兒 非常非常的合適 就是如果說呢 你想要送你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小孩有很多情緒的問題啊 然後嬰幼兒又有很多睡眠的問題 有一大堆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送他羅馬羊柑橘跟椰子油 就是不管從他的身心靈 從頭到腳 從內到外 從他的靈魂進化到他的身體 就是都對他很有幫助就對了 羅馬羊柑橘真的是很棒的一瓶金釉 那如果尿布疹也可以用來調乳液 就是舒緩他尿布疹紅腫的問題 好 那再來要培養孩子正確的道德觀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社會新聞那麼多 其實都是來自於情緒 對不對 有時候在那一秒鐘 我被超車我就超不爽的 我一定要去跟他尬車尬過他 然後呢就路上就可能牽連了很多無辜的人 那還有就是那種被老師罵 然後情緒一來有沒有 他就跑出去陽台就跳下去了 就是我們小孩好不容易養那麼大 其實如果你情緒的部分 沒有幫他做一個正確的導引 或者是告訴他要怎麼紓緩自己的情緒 其實真的很多悲劇耶 就是我現在都盡量少看新聞 因為我只要看新聞 我就覺得我真的好像完全沒有希望 我那時候很想生老二 為什麼老大跟老二隔了那麼久 我好想生我老公不想生 他說你不覺得地球都已經快滅亡了嗎 就是環境都不能住了 然後社會都是一堆社會新聞 然後你還要再生一個小孩出來讓他受苦 就是受苦受難又再多擔心一個 生一個擔心一個 生兩個擔心兩個 生十個擔心十個 他說你哪有那麼多時間在那邊擔心小孩 那所以後來又生了 因為我朋友說服他 我朋友說如果將來地球快滅亡 他要逃難的話 兩個要逃比較有爸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了 只有一個小孩在逃 你是會擔心他 他兩個互相有照應 那事實上真的喔 我跟我有兩個弟弟 那我跟我弟兩個呢 就是在我父母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一起度過很多難關 有沒有 就是什麼感情的問題啊 然後朋友的問題啊什麼的 我們就是互相都有商量 那所以我沒有在提倡大家 一定要多生幾個小孩 但是我覺得你讓小孩 就是有一個很正確的道德觀 然後很開朗的心情 跟很開朗的個性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像我都怎麼 我老公怎麼樣教育我女兒呢 就是我們他暑假的時候 他就會叫他去店裡面打工 那他就是從穿著制服 那包含那個歡迎光臨啊 拖地掃地啊 做一些最基本的 那他也沒有不好用喔 他真的手腳也很俐落這樣 那有很多方式啦 我說這個方式給你們參考 你們也可以如果家裡有做生意 你就把他叫來打工 然後你要按照時薪發放給他 現在時薪是140 現在的工讀生的時薪140 那所以呢他打工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很認真幫他算時薪 然後每天會發這個薪水給他 然後呢他就會存到他的小豬裡面嘛 然後呢他要買東西的時候 因為他以前買東西 他對價錢沒有概念 他就是這個要1000多塊 他說媽媽我不會買這個 我說這個超貴的 他說也沒有1000多塊而已 那自從他開始打工之後呢 然後他就會問我說 媽媽這個東西我要做幾個小時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大概要做三天 八個小時做三天 他就說哇靠超貴的 他就想說我想一下好了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用一個小工具 像這樣子讓他換算 那個對金錢的一個概念 對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方式之外啊 其實金油是一個 很好的輔助的工具 冷藏我們剛剛除了講他可以增高之外啊 他也可以減輕肌肉跟關節酸痛不適 那他對於呼吸道也很有幫助 是一支CP值滿高的金油 就是對呼吸道也有幫助 然後對他的骨骼發育也都非常的有幫助 好那再來乳香 我有遇過一個就是 他也是因為癲癲然後人家就輾轉介紹他 然後我們就認識了這樣 那他的小孩是腦性麻痺 就是 就是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就是 我們剛剛要見面就像網友要見面有沒有 都彼此不認識是在FB認識的網友 那要見面前呢 我就是信心滿滿就拿著乳香 然後還有一些小金油就去見他這樣 那實際見到呢 我就傻眼 就是驚呆了 就想說因為腦麻其實跟我們想的 腦麻是就是他也有很嚴重的程度 那有的是他沒有辦法自主的 他可能呼吸啊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站起來 或是各方面的一些發育遲緩的問題這樣子 那所以我看到他第一句話 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先買便當來吃好了 我就這樣跟他講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到他我就自己有點覺得說 我好像想太多了 我為什麼會覺得我帶金油去就可以幫助他 那事實上後來真的全部聊完之後呢 因為他除了這個腦麻的孩子 他還有一對雙胞胎 那所以後來呢 整理了一下就是 金油可以協助他 小朋友免疫力比較好 那不要常感冒 因為只要一感冒 那個老大的復健就要停下來 就是就沒有辦法復健 那他只要一不能復健 他的發育 就是他的一些發展又會停滯 甚至是退步 那所以 包含癲癲 他就是又開始癲癲發作 所以那時候就是 帶乳香跟一些嘉義的小金油 那就是協助他照顧這三個小孩這樣 那他本身用了兩年多啊 他那個老大老麻那個小孩啊 真的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才去台中跟他們一起 我們開一個按摩趴 你知道媽媽真的很辛苦 每天幫老公按 小朋友按 幫誰按 然後連小孩都還會幫娃娃塗腳底有沒有 那你叫他塗 我就說我媽今天腰好痠幫我按摩一下 然後我女兒就會說 我媽我今天真的超累的 那小女兒 我媽媽今天真的好累 我今天再幫你按摩好不好 那所以我們就開那個按摩趴 就是媽媽們 大家彼此互相按摩這樣子 那那個他就也有帶他女兒來 那你知道他女兒就是腦麻那一個 他上次就有按過 所以他這一次就是他媽媽牽著他 他就緩緩走到我們要按摩那一間 然後呢就很期待 他就笑喔 他就笑然後很期待 下一個要輪到他按摩這樣子 他很期待每天媽媽幫他按摩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乳香對這樣子的孩子有幫助 其實對我們家裡健康的小孩 其實也很有幫助 就是他的專注力啊 然後還有他的情緒啊 各方面都非常的 好就對了 我今天晚上大概講有幫助這一個 看有沒有講一千遍好了 反正就是很有幫助啦 就是很好用就對了 好然後那個活力富方呢 再次精油啊 我對他還滿有感的 就是我們家老大就是那種天使寶寶 就是他就連吃藥 你知道他吃藥 他信奉的是巧虎教 你知道巧虎嗎 他因為他很農 他小時候就是還沒用精油檢 他都常感冒嘛 那就要吃藥 然後我都不覺得困擾 因為他每次呢拿著那個藥杯有沒有 就好像要去充容覆益這樣子 拿著那個杯子 然後就說生病不怕吃藥 然後什麼什麼的 就唸了一句巧虎說的一句名言這樣 然後就把他乾杯喝掉了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吃藥這件事情好像也沒有多困擾 感冒就吃藥而已 可是老二呢 老二他就是你餵藥未成功 他就給你吐疹床 那你如果不餵藥呢 他又在那邊鼻塞不哭 不睡覺就哭整夜不睡覺 那你餵成功他大概吐一半出來 那剩下一半他也是不睡覺 因為那個藥就讓他很亢奮 他也睡不著 那所以老二就真的讓我覺得 吃藥這件事好困擾 所以我才開始接觸精油這樣 那我自己是那種呼吸道很敏感的 所以我只要聞到那種化學香氣的東西 我的鼻咽就會很痛 那所以我的小沈呢 他跟我講了好幾次說 這個精油很好用什麼什麼的 然後甚至檸檬精油可以喝有沒有 然後他從台中回來 就會放一罐檸檬精油在桌上 那我就覺得這個真的中毒太深 做紙銷售要這樣子 跟我說那顆也喝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就都不敢喝 那我就看他喝了兩年多 欸好像也沒事對不對 就是都看起來就蠻正常的 然後好像他們一家人也比較少生病 那所以我們家就是自從老二 六個月以後呢 就開始輪流感冒的地獄這樣 就一直感冒一直感冒 一直輪一直輪 那我小沈他那一次回來呢 就是在我們 因為我又親胃母奶 然後呢整個左手都舉不起來 然後又一直感冒一直感冒 然後我們都是去看家庭醫學科最方便 就一次四張健保卡拍開 然後就可以大家都看 就是不用掛四次門診這樣 那醫生就會說 你膝蓋都還不好這樣子 就一直在輪迴就對了 那所以整個人都省省 然後你就算那天晚上沒睡覺 你隔天還是得上班欸 你不是說你不睡覺 可能就請假就算了 你自己開店你還是得去上班 那所以呢他那天就說 那我幫你按摩好不好 然後我就戴著口罩讓他按摩這樣子 那他真的就是抹上去而已 他就抹了幾瓶精油 然後就是這樣摸摸我的背 那我心裡的OS是什麼 就是難得要幫我按摩 就不能認真一點嗎 就是就隨便這樣抹一抹這樣子 那可是那天晚上啊 我除了覺得香香的 那個味道沒有讓我的鼻咽很痛 那我那天晚上呢 就是睡得無敵超級的熟 然後睜開眼睛是天亮這樣 那因為我是很重視睡眠的人 就是我不管發生什麼天大的事情 我一定會睡得很好這樣 可是老二出生那半年啊 我幾乎都很難睡著 因為你知道小孩半夜一定會起來哭 那哭呢你就一定會被他吵醒 那老公又都裝死對不對 不知道是真的沒聽到睡死了 還是他就是裝沒聽到 他就是不會起來 那我就是整個晚上 就是要被中斷好幾次 所以我整個已經到達一個 瀕臨崩潰的階段你知道 睡不好又感冒又還要上班 然後每天這樣循環 那那天晚上我睡到天亮之後呢 我就起來就覺得哇 神經氣爽 整個人生都變彩色那種感覺 然後我轉頭看我老公呢 他一臉就是沒睡飽 他就說你知道你嘴好像都沒起來 小孩一直哭啊你就都不起來 然後我就說我都沒聽到啊 他就說你怎麼可能沒聽到 他說我都聽得到 我說那你以前有聽到 我什麼都不起來 對那就是那你知道我隔天到那個店裡面的辦公室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給我小沈 就問他說你昨天幫我磨了哪幾瓶 我都要買這樣子 對啊所以我才因為這樣子才開始使用金融 那這次活力富方就是我們家老二他做安全坐椅 只要坐上去就大哭尖叫 所以我們哪裡都不能去你知道嗎 你就是一定要讓他做安全坐椅 可是大家不是在講說他哭你不要管他啊 你就是一定要讓他坐啊 那時候安全很重要什麼的 可是他真的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哭到我老公半路下車耶 我老公跟我講說因為我們那天就是不知道去哪邊買東西 他說我受不了因為在那種密地空間 小孩一直尖叫有沒有 他整個人已經快受不了 他說我他下車先用走的 他說他寧願走到目的地這樣子 他不要待在車上 那所以在他第一年要回那個外婆家過年的時候 因為要開到布袋嘛 然後我們就很擔心啊 就想說要開到布袋耶 那如果半路 我老公都說走到布袋也不是辦法 所以他就說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就是可以讓他轉移他的注意力啊什麼的 那我就打給我小沈 或是說有沒有什麼可以讓小孩做安全座椅 不要顧的金友 有沒有你現在有沒有常接到電話 有朋友打有沒有什麼什麼什麼的金友這樣 他就說你可以試試看那個活力復房好了 他叫我D在他的安全座椅上 還有他的肩膀旁邊這個衣服 D一小D這樣子 然後真的很神奇耶 他一路就是醒著就是在玩 然後安靜就是在睡覺 他就這樣一路坐到布袋去 然後連我老公都覺得啊是有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採用一滴那個東西 然後味道又很香 所以我對這支金友真的印象非常的好 那你們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如果他做安全座椅一定會大哭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支金友 那注意喔他也一樣是要稀釋 所以你不要直接滴在他的皮膚 要間接弄在他的安全座椅 或者是衣服的領口這樣子 好 那這個剛講的是他的個性嘛 那現在講的是他的情緒 情緒的部分啊 小孩的第一次經驗都很重要 其實人的第一次經驗都很重要啊 尤其是媽媽都會看小孩的反應有沒有 如果你在給小朋友用金友的時候 如果那個小孩說 好涼喔好臭喔好什麼喔不要用 那媽媽就會說啊好好好 那我們再考慮一下好了 所以你如果想要讓那個小孩 第一次接觸金友 他就有很好的印象很好的感覺 你可以使用柑橘類的金友 幾乎小朋友都會喜歡柑橘類的 如果他不喜歡野橘 你就可以那個金友包打開讓他選 所以這幾瓶你隨便選一個 他就會隨便拿起來聞聞看 那像我小女兒最喜歡的是檸檬 他自己有一個小金友包嘛 他裡面全部都檸檬 就是七格他放了四格檸檬 因為有陣子我都找不到我們家的檸檬 然後有一次就是打開他讓他偷聽話 就是有看到檸檬他就收藏起來 然後把那一個就是隨便亂丟這樣子 好那野橘他其實除了對情緒 可以舒緩很有幫助之外啊 他也是招財的金友 如果你要摸彩啊或者是 啊足球已經打完了來不及了 就是那個你要買彩券啊 或者是你們家在做生意 你都可以用柑橘類的金友來熏香 那上次我還聽到一個最誇張的 我每次聽到朋友跟我講那個金友多好用 我都心裡的OS就是 到底是我在賣金友還是你在賣金友 就覺得怎麼會那麼誇張 他說他用那個柑橘清新 然後來清潔他們家的收音機 就是他就是噴在抹布上 然後這樣擦擦擦擦擦擦 然後他說那一天啊一大早就開始了 然後還賣了很多很多的訂單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哇真的那麼厲害 然後所以我可能就是三家店 就是準備也是準備這個金友 然後每天就是在那邊做清潔這樣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客人進來這個店裡面啊 他聞到很舒服的味道 他其實願意留在這個店久一點 那留久一點就有機會嘛 他如果進來就想走 那就一點機會都沒有 那如果留久一點他會跟你閒聊啊 說怎麼有一個好香的味道 然後在裡面留好久 然後留越久就會買越多東西 就會吃越多東西 好所以我覺得還蠻有幫助 那柑橘清新啊 我剛剛講BOGO不是有安定平衡跟柑橘清新嗎 然後我看到這個組合啊 其實我五天的BOGO啊 我都沒有買 因為光是幫朋友買 我就都沒有了 我自己都是都沒有辦法留 那只有安定平衡送柑橘清新啊 我自己就定了十組 因為我安定平衡不是要讓小孩很好睡嗎 而且你知道那一天 就是安定平衡這個組合啊 就是真的大家聽到說什麼 讓小孩描睡啊 然後小孩心情好啊什麼 那個訂單量整個標新高耶 就是我想說大家到底有多希望小孩可以昏睡 就是怎麼會就是安定平衡賣成這樣子 那我自己留了十組 就是除了我很喜歡他的味道之外 柑橘清新也是一支 我很喜歡很喜歡的味道 那我沒有準備柑橘清新說 那反正就是你們回去回去聞一下 如果來不及現在也關了 那你們明天再來聞 或者是你們BOGO沒買到的話 你再買一瓶柑橘清新回去聞 那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 就是你用完你就會像這個人這樣子啊 很開心 然後幸福田徑剛剛有介紹過 好那這支全新向往富芳啊 它裡面有檀香 你只要看到那個精油有什麼香 乳香檀香香蜂草有香自備的啊 其實它對於我們的神經系統的穩定 都非常有幫助 對於小孩的專注力也很有幫助 那有香自備的對皮膚也都很好用 像乳香啊 糖香啊 就是皮膚也可以用這樣子 好那這支精油呢 小朋友要考試除了迷迭香跟檸檬之外 這支也可以用 那我其實之前就是 反正它就取名字取這樣子 就是表示它可以讓小孩很情緒很集中 精神很集中嘛 那後來呢我們有一個音樂老師 他專門在做那個早療的 就是幫那個過動兒 或者是發育時緩的兒童做早療的 早期療癒的 他呢就用這個全新向往互方 分享給一些情緒上有需要幫助的孩子的家長 那他們也都得到非常好的回饋 因為他算是蠻專業的一個音樂老師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家長沒有同意 我們是不能隨便弄精油在小孩身上對不對 所以呢他要上課的時候他都塗自己身上 他都塗在手上 然後塗在他的身體 那他靠近小孩的時候 小孩就會聞 那就是有一個小孩呢 他那個爸爸媽媽把他送來這裡呢 就從好像從台北送去台中 那為什麼他們要送這麼遠呢 因為這個小孩不管上什麼課 進去就是尖叫大哭 不願意上課這樣子 那可是他上到這個心意老師的課呢 他就是很開心的在那邊上課 所以他爸媽媽這麼遠的路途 也把他送來這邊上課 那所以我才真的覺得這支精油 真的是很厲害的一支精油 時間快到了是不是 感覺大家好像要那個 好那這個薄荷剛剛也有講 那他其實也可以讓你精神整個很振奮 薄荷有人試過用來熏香的嗎 有沒有很讚 有對不對 他那種讓你覺得空氣怎麼會這麼甜美 這麼清新的那種味道 那還沒有熏香過 明天早上再熏 就是回去熏熏看 這個夏天熏那個薄荷眼睛 真的超舒服的 好那迷迭香 如果你老公的髮線比較高 這一支精油可以考慮看看 那我們講兒童用油 兒童用油其實就是我剛剛講 他對於記憶力的清晰啊 然後精神的集中都很有幫助 所以考試我真的會用這支精油 然後讓他弄他的精油相連 對他考試的時候就拿著這樣紋 然後一邊紋一邊寫這樣子 有沒有考比較好 我覺得也還好啦 就是至少他不會考那種 很誇張的成績這樣子 好那講到最後啊 就是我剛剛有講 其實我們留給小孩萬貫家財 都一定有用完的一天 留房子會貶值 留錢會花光 而且還會有很多那種 兄弟之間為了財產 吵架細強啊打架那一種 那我就會讓他們學會 照顧自己身體的平衡 然後有一顆樂於分享的心 會是他們終身的恩典 那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用精油之後你特別愛分享 而且你罷不得身邊的人都有問題 有沒有 欸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像我女兒自己10歲這個 他現在小三要生小四 他就是都會帶著他的精油包 然後在學校 他跟我說保健師阿姨超忙的 所以他有時候自己有狀況 就會自己處理 那你有看過一群小三的女生 在教室那邊燻香的畫面嗎 那在這邊秀希的畫面 他們就是都會在那邊秀希精油 然後覺得很香 那我覺得現場的朋友都很有福氣 尤其你要感謝帶你來的朋友 介紹你認識精油的朋友 那其實精油真的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工具 就是照顧我們的家庭 那今天的課程大概就講到這邊 然後還有一個禮物對不對 還有一個禮物 然後我也想不到要問什麼問題 用丟的嗎 用搶的 好 我們剛剛有講到一支就是 可以用在癲癇保養的精油 然後呢 是不是很難 然後呢 現在有出一支古巴香脂 古巴香脂大家知道嗎 那古巴香脂它的價格是乳香的一半 可是它其實功效不亞於乳香 就是你可以交替使用 如果有一天乳香斷貨 不要擔心還有古巴香脂 好 那使用在邊鹹的 很好的一支保養的精油 是哪一支精油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先等一下 我想像 我們有要保留給什麼 什麼名額嗎 用在癲癇很有幫助的一精油 是哪一支精油 再重來一次再重來 再給我一次機會 等一下再給我一次機會 一二三 我看到這個小孩先舉手了 這一個 這一個 他舉超快的 比大家多快 好 你說 你去錄 我去錄 這樣這樣 他說乳香 那這個禮物就送給他 你很棒耶 聽到這麼晚都沒有吵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聽 謝謝 謝謝 來